盡責的IT人做事 一向都講求盡善盡美 責善固執 當我們為了解決問題 而去研究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們不會考慮任何外在因素 只會選擇一個優點多 缺點少的解決方案 我相信很多IT人 對於政改的態度也是一樣 過去幾年 香港很多民間團體 都提出過很多 比現時特首選舉制度進步的方案 但是自從去年人大發表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白皮書》 以後來的《八三一》決定 政府在政改的問題上 都加入了很多 對解決問題無關的限制 香港的政制困局 歸根究底 問題都是那個 就是政府欠缺認受性 市民當一個本來 已經欠缺認受性的小圈子 根據一些不能夠被清晰界定的限制 去選擇二至三個候選人出來 這些二至三個候選人 出閘的時候已經欠缺認受性 市民對解決問題有甚麼幫助呢 我相信很多IT人 都認為《八三一》框架 是不能夠解決香港的政制困局 而這個問題的責任 不是來自香港人 而是來自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沒有如實向中央反映 香港人過去多年 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盼望 所以我們在這裡呼籲 泛民議員 憑你們的良心 求反對票 反對任何《八三一》框架下的政改方案 我相信很多IT人都會支持你們這樣做 很多香港人都會支持你們這樣做 就會變成功 在本業上 承認 為什麼 啥 充分 充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